現在年金改革還不考慮非典勞動持續惡化的問題 青年貧窮化的問題 那這個社會只會所得重溫貝 就不會一直不會有所得重溫貝的效果 就是年金改革一直都不會有所得重溫貝的效果 只會持續的惡化 貧窮惡化 所以我們在那裡呼籲 呼籲 就是政府在年金改革過程中要把基礎年金納入考量 也不是只有一句話說 我們財政不能負擔而已 請提出正確的評估 評估說OK今天這個財政需要多少錢 那到底什麼時候幾年可以到位 請把這個評估認真做出來 認真的面對青年貧窮化 與勞動非典勞動惡化的現實 好 我在那呼籲 請民進改革正式 正式青年貧窮化與勞動非典勞動惡化的問題 謝謝 他們說要先處理公校年金 那老保年金什麼時候處理呢 對於現在這一代的青壯的工作人口來說 他每個月已經是低薪 養自己可能都養不活 或是有一些錢拿出來養小孩 他還可以有多的錢可以養老人嗎 女性老人的主要經濟來源有44.6% 是依賴子孫鳳雅